如果你以為港鐵用感謝日包裝四日半駕車費 為過去的服務事故作出補償的方式是另類 那昨天港燈停電的後果就更加奇怪了 昨天港燈為供電系統進行維修保養時 發生設備故障 令到凌晨時分港島多區停電接近一小時 但今日就有報導指出 按照港燈的利潤管制協議 他們不單止不會被人罰錢 而且因為在65分鐘內恢復供電 可以賺到額外0.015%的利潤獎勵 不知大家怎樣看 但我就覺得上班也可以引入這個機制就更加好 因為我都可以在開工時間後的15分鐘內出現在我的位置 不知人工有沒有額外Bonus做鼓勵呢? 各位打工仔你們同不同意呀? 而政府就要求港燈在四個星期內提交詳細報告 而同電力公司的賞罰機制 就會在今年中期檢討管制協議時提出修訂 例如會考慮每一宗事故的情況 而不是只是簡單計算停電、復電的時間等等 加強保障市民的利益 無論大事還是小事 Channel C 穩盡方法告訴你 這就是出App的意義 一機在手 包羅萬有 喜歡看片還是看字 全靠你一隻手指 不論事情開心不開心 對你很重要還是吃花生 Channel C 每天都會由起床陪到你去睡 Channel C App 貼地、全真 快點下載吧